那时我们初次见面 你悄悄红着脸 站在我面前 不敢抬头 手心全是汗 我还记得 你的发夹 和卡通T恤扇 你终于开口 说话夸我 小眼睛真好看 那时的你 你还不会化妆 也不摆角度拍照片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你是我的永远 天文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超 然后很高兴能来到天文网 来在这里与大家交流原创音乐 有喜欢我的歌的 然后也有那些朋友就是 他说他平时会哼哼出来一些旋律 或者很少部分的歌词 但是他并不会乐器 我觉得像我 我写歌我根本 我不是特别使那些五线谱什么的 我只是我用简谱去写歌 然后只会用吉他 不会五线谱这些东西 因为专业的这些字并不影响戏歌 哪怕说你不会乐器也不影响戏歌 只要你把你当时的灵感记录下来 还有你当时的歌词记录下来 不要就是说唱完之后然后就忘掉了 只要你有那个记录 我觉得灵感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灵感有时候说来就来 有时候说没就没 一般我写歌是喜欢先写曲 我在家比如说我在家弹吉他 然后弹出来突然弹出来一个很好听的旋律 可能说每天我都弹那几个和弦这个组合 但是今天我就哼出来一个另外一个旋律 然后我就会用手机把它记录下来 把这旋律记录下来之后 然后我会按那旋律填词 根据填词就是根据当时我的感觉 之前也有遇到很多就是写歌的 但是大家的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说也有写的像我最开始写民谣 然后后来写一些流行写R&B 包括现在的写一些中国风景歌曲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是写其他类型的歌曲 大家反正各有各的特长 当时也就是当时我刚弹吉他 我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嘛 然后我看我们男同学弹吉他挺帅的 然后我就想学一学 也没有说就是特别就是说我要专门去写歌 当时就是弹会了几个和弦 然后慢慢自己就写了一点东西 我当时也不知道就是那一定是歌 就是可能就玩玩而已 但等后来越来越多 积累越来越多给别人唱的时候 大家还注意啊 你再写歌 然后我自己可能才体会到我是在做什么事 然后当体会到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会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我现在不算那些自己写完就散了的大概一百书头吧 一百零四零五吧 部分呢是发布来的榜上 当然也有一些写的 比如说在我起初那些写歌起初的阶段 写的歌我可能就没有来发布 因为那点的作品可能也不是特别成熟 然后我发布的都是近几年写的一些歌 当然也是有些歌你不可能 你没办法用一把吉特来完全的展示出来 比如说中国风的歌曲 没有办法用吉特完全展示出来 所以说我就这些歌只是挑 我能够展示出来的一些歌 我放到了网上 特殊新歌 特殊新歌 对特殊新歌 大家都说挺喜欢这个 这首歌是这么写的 上个星期一直下雨 洗涮了这个城市的大地 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女人 穿了和你一样的毛衣 她左右摇摆表情神秘 炫耀的她手里的LV 她浓重研磨 打扮像个妓女 好像是参加什么贵族的party 她站在路口 等了好久 等来了传说中的LV7 她默默口袋 拿出银币 车上的人多得让她喘不过气 她闭上眼睛 拼命得及 终于坚持到了目的地 下车之后发出苹果手机 发现短信中的地址 不是这里 美女美女对不起 我们不是不爱你 你的香水太刺鼻 让我们喘不过气 美女美女对不起 我们不是不喜欢你 是你虚伪的面具 害了你自己 众筹说的最简单就是 算是预售吧 但是就像大家在淘宝上买东西 可能你在淘宝上买东西 你今天买可能一周之后 就会接到那个产品 然后你去点击全人支付 这就完成一笔交易了 但是众筹呢 因为做的是唱片 它需要有一个时间 去制作这个领域 这个时间可能会比普通的 在网上购物要长一些 大概就是预售的那种感觉吧 预售 前两天刚拍完照片 然后大概的一些细节 已经计划完事了 然后就等着设计那个照片 把放到网上去之后 应该不会太久了